大家好 這段視頻是要跟大家說明那個 滴滴X 鐵內如何顯示外連圖片 就是如何將外部連結的圖片顯示在鐵子裡面 完全沒有用過圖片外連的人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網站為了節省空間資源 沒有開放附件上傳的功能的話 你的文章要顯示圖片的話可以參考一下這一篇 就是使用IMG代碼 然後如果你文章要發許多站的話 可以把上傳那個附件圖片麻煩 那邊稍打兩個字到時候再補 也可以使用這個IMG代碼的方式 然後免費圖戰的話就是這個連結 就是我這邊有推薦幾個免費的圖戰 就是這邊的這一個連結也可以 好 興奮葉 我這邊就用這個圖戰來做解說 這個在 好 我已經上傳好了嘛 這四個 這圖戰就 四番重新上傳好了 假設我要上傳到這個圖戰 假設我要上傳到這個圖戰 這一個 第二 第三章 傳好了之後嘛 你可以直接像我這樣子 用一個記事本 開或者是有裝Node背加加可以 用一個那個 .tst的文件檔 然後這邊嘛 就是這一篇教學是接續這個 那個上傳附件這一篇嘛 還沒有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 然後 忘了解說 因為有的人是從那個 YouTube 搜索過來的 我這一篇 我這一篇視頻的教學 的文章會貼在註解這邊 然後音量太小的話可以放大這邊 點這 可以調720p的畫質這邊 寬視窗觀看或全螢幕觀看 然後訂閱啊 或者是Ninmarkchain 那個 那個看其他的 OK 然後再來就是 原則上就是這邊你 這邊標題嘛 再來就是 我這個是用快鍵嘛 Ctrl加C加 Ctrl加V C Ctrl加V 貼上 然後就是 我上傳好的圖片嘛 然後要注意的是 這邊的話是 這個Direct 是直接連結的意思 就是圖片直接連結 每個圖站大概都有了 或者是這個BB Code的代碼 它是直接已經幫你弄好了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 Copy過來 但是個人習慣可以直接Copy過來 但是個人習慣用那個 小寫的 這樣子 或者是從這邊 Copy這個 這個 直接路徑啊 直接連結的 這邊的這個 這邊的這個 這邊的這個的意思是 那個 網頁連結 就是你 用這樣子一開 是開網頁連結 你不能用這個來做 那個圖片標籤 要不然會連不上 你要用 這邊的這個 或者是直接用這個BB Code的標籤 然後點這邊的這個 我這邊有圖 但是你在點的時候 要注意這個 滑鼠的位置 要不然像你點 如果你滑鼠在這裡 你點一下這裡 然後你 弄過來 它會直接貼在這裡 這樣不太好 你要把它移到那個 那個文章的最底部 然後圖片點一下 然後它這裡有 這個就是附件上傳的意思 上傳圖片 然後我們就點這個 網路圖片這裡 然後再來貼 貼上連結 圖片的連結 OK後 這裡 然後我這邊有說明一下 就是說 建議去掉這個 前面這裡的 它會直接用 它會帶那個圖片的尺寸 建議是去掉 因為這個格式是標準的 就是這個ING 前面是ING 後面是一撇ING 這個格式是標準 所以建議是去掉 那個尺寸的部分 留下這樣子 ING 前面的標籤ING MG 後面的一撇斜線 MG 括號這樣 就是開頭代碼 結束代碼這樣 然後第二張圖 然後換第二張 扣筆 扣筆過來 你已經習慣了 你已經知道這個標籤的用途 你就不用再點這個 就直接從這邊扣 因為它就是顯示一個圖片的 代碼 你就直接扣筆就好了 然後第三張圖 然後第三張圖 或者是你直接用KEY的也可以 一撇ING ING 第四張圖 要注意的是 這後面的結尾這個IMG 是有一撇斜線的 它代表結束標籤的意思 它這個是 前面這個是開頭的 是沒有 好這樣子 然後你如果有 復健的話 就是這邊 就是參考上面那個教學 上傳你的復健 怎麼沒反應 呃 怪怪的沒反應 呃 好像是Bug吧 呃 這個時候就是 我們先把這個文章 先把它Copy到這裡來 然後標題也Copy下來 然後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或者是 它這邊有恢復數據 也是可以 就是 以防萬一的話 就是Copy過來 然後到時候再Copy回去 這樣子 然後再點一次 喔有 它可能是Bug了 所以卡到 然後 確定 確定之後 我們把滑鼠指標一下 再點插入 然後就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 有的圖 那個 網站是要 輸入那個 驗證碼 輸入一下 OK 這樣就OK了 然後附件就會在這 這個 你可以直接 如果你要發其他站的話 就是 第二個網站 你就直接這邊 Copy 你就開另外第二個網站出來 假設這個是其他站的話 你就直接在這邊 也可以 像我是用一個文件檔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 到別的站 Copy過來 Ctrl加V Ctrl加V Copy Copy過來以後 你再用附件 另外一個網站 就用附件上傳 這樣是比較方便 這樣也是可以 好 這邊就 這個 就是比較注意的就是說 比如說 那個 標籤這裡 這個 這個前面 這個開頭的標籤 是這樣子 後面那個標籤 是有一撇斜線的 再來你這個 如果是 用這裡的話 就是你點上面 這些需要代碼 你要注意這個 游標 要移到最下面這裡 再點上面這些 他才會把代碼 貼在這個 貼在你 游標的位置 就這樣子 啊 那個 有的站長的話 有需要 有需要 那個 用到這個 此篇教學的話 你可以把本篇的連結 貼在你的論壇上 方便 會員點擊過來查看 就是指 這裡 就是這個 我這邊有一個範例 就是你沒時間做 製作這種 教會員怎麼 上傳圖片啊 附件 還有外聯圖片的教學的話 你可以把這篇的連結 還有主題 貼過來這裡 如何上傳 如何 如何 使用 那個外部連結 圖片 然後連結 貼過來這裡 然後另外一篇的 這個 這篇的 主題 貼過來 然後這個連結 貼過來這裡 然後Key在你的那個 贊務公告這邊 如何使用 論壇之 那個外聯圖片 及 附件上傳 然後視頻教學 這樣子 就可以弄在你的論壇上 這樣會員 就 就會 這個看了一下 這個教學 就會使用你的 就會使用這 這兩個功能 好 這篇教學就到這邊 第一差 體內如何顯示外聯圖片的教學就到這 謝謝大家 收看 OK